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上次我们的男客来节目的时候 你有对他称赞过吗 对 我称赞过他 他主要让你觉得不错是哪一点 可能就整个外型还算是 在新一代的男演员当中 我觉得还算是抢眼的 你这样是讲别的都很弱吗 没有啊 像我自己心目中的排行榜啊 他是前三名 我可以听一下另外几个吗 另外几个 杨佑宁 杨佑宁很上道 就是他有公开场合说过 他欣赏就是许希弟这种外型的女生 我在想他为了报答我 反正很上道就对了 不像今天这个男生 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所以我就说他是排在第三名 人家杨佑宁是第一名 好 欢迎贺金翔 所以 不用李善王来哦 好 没有啊 我很欣赏小A 真的哦 太迟了啦 你自己先讲好久以前先讲了 跟记者讲 比你大 而且是不是他觉得比他大超过五岁 就是老女人 对 我记得你那时候像我们节目 我好像有隐约就透露出 像我这种年纪的女生 你没办法接受对不对 没有哦 皮终肉池 我也有 你皮终肉池 你皮终肉池很好 没有 可是如果是跟七年级女生比起来 要当你女朋友的话 你当然会选七年级女生了 其实我不会看年纪耶 反而是看相处的感觉 你把林依晨当死的啊 七年级女生在那边 你是让你来选六年级 好啦 如果我跟林依晨啦 就是两个你要选谁 一定要真实的回答 不然就会攻击你家人 哈哈哈哈哈哈 选谁啊 我觉得 去丢带袋还是几个年纪上宋 太 都有 好 就 就 不会选谁啊 因为觉得要相处过后才会知道 对啊 就两个在夜店碰到了要八分 OK 我会先攻击你妈妈了 哈哈哈哈 她太烂了 对啊 烂闭了 而且摆明夜就是不想要掉你的意思 哈 你是直角或者尼依晨我也不会是你 没有啊 你就直角看到会吃到什么地 好 那個小S 他還在有零嗎 欸 不好意思 這樣又怕我嗎 他也太有零感 好啦 給你進接到第二名好了啦 因為本來第二名是藍正龍的 所以有第二名嗎 有啊 楊友寧跟賀君想 你現在要 一夜情然後還要選誰 一夜情喔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他身體狀況耶 好 你現在身體狀況還好嗎 最近肝感冒 蛤 真的 還要把他給你舌吻 就讓你感冒了 肝啊 胃啊 腺啊 那個 就 挺的那種話很好 你除了把脈之外還想要碰觸 我看 我看一下你這邊 你這邊這個線條是有在嗎 蛤 手臂的線條是有 有啊 你可以看看 可以啊 OK吧 好 放鬆 好 真的嗎 是奶肉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一夜情 大家也要好考慮 好啊 好 你上次見證過楊佑寧肩膀的線條嗎 嗯 你知道肩膀整個遮住啦 而且楊佑寧甚至還有腹肌 我不知道你是有沒有 不行 我還好囉 你的腹肌不這樣嗎 就小塊小塊 然後不是很明顯 對 那就不是腹肌吧 我想 因為清晨動了 我真的想要有很腹肌的照片 在網路上流傳 真的嗎 是櫻花接木嗎 不是是真的啊 真是嗎 他以前當過model的時候 拍過一組內褲照片 哦 對對對 我知道 那既然都已經拍過那樣的照片的話 借我摸一下腹肌也應該無所謂 所以我上次來已經有摸過了 好 那麼久以前是 搞不好你又胖了 或鬆了 好 好啦 那你摸一下好了 你摸起來嗎 嗯 有有 你摸起來 你摸起來嗎 我要你先起來 你這樣會害羞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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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有 看我這樣會摸 我不是 你這樣會玩夠了吧 還蠻好玩的 好啦 給你第二 第二 今天先第一名 今天先第一名 第一名 因為我怕你有沒有零看到啊 真的好淫蕩喔 你 四周角 不是說淫蕩 只是說跟這些小弟弟玩一玩 所以你以前其實也比 你以前也比賀君翔年紀大一點 可是他還是比我小蠻多的 大一歲嘛是不是 一歲多 嗯哼 所以你也把賀君翔當成小弟弟嗎 普通弟弟有沒有到小弟弟 那你們兩個現在有在曖昧嗎 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還好 是哪一種 公開場合然後就互相虧的 然後互相丟來丟去的這種 我們不要知道公開場合是啊 好嚴厲喔 你不覺得好嚴厲喔 請你把私底下的事情講清楚 對女性來編跟男性來編 完全是態度差很多 好啦不要鬧講一下 有約出去吃飯嗎 大部分都有其他人啊 也不是說什麼 單獨比較少 喔 為什麼不單獨約呢 因為怕被寫啊 所以說你單獨跟他 不是單獨就是私底下 你們一群人出去吃飯的時候 你會忍不住啊 把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身上嗎 並不會 我聽到在食物上比較久 所以他不是你喜歡的類型囉 是 可是我喜歡類型好幾種啊 他是其中一種 對啊 只是其中一種 我們有一個你很介意的問題 要問他們 我們要把 你很介意的問題 對我們要把白板招到他們手上去 來把白板招給他們倆 現在他們兩位 呃 因為在搞曖昧 可是我沒有辦法判斷那個曖昧的程度到哪裡 所以許欣基調解有幾個題目 來測試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非女莫屬 好讓我來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兩個在拍愛情合約當中有吻戲出現 請問一下那個吻戲是 誰先伸出舌頭 形成了一個打舌戰的狀況 所謂的打舌戰就是雙方伸出舌頭 好愛解釋這件事 到對方的嘴裡看東西 找什麼驚慌啊 可是 老實說這種事情會分別出來誰先嗎 會 會 因為我覺得一般演員演吻戲的時候 好像都會覺得說不要伸舌頭是李夢 所以如果有人伸他會覺得 蛤蛤蛤你怎麼伸了 那我也不能輸 你去收他的牌子 我去收會女郎的牌子 好 一二三嗎 好 一二三 哇 這兩個人都給場面畫耶 所以這兩個人都伸舌頭 都打舌戰了 真的啊 你氣什麼氣啊 你跟男方接吻的時候會明確的察覺說 喔 舌頭來了這樣 你就說如果是交男朋友的時候 會 因為我不會是扮演第一個伸舌頭的人 你的原則就是男方要先 對 我覺得男生應該先主動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萬一你那時候還沒有決定說 要不要迎合的話 你就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 哎不要這樣啦 然後一直看著窗外發呆 你不能只把 怎麼樣 你還好笑 你不會這樣嗎 你會 你會迎合啊 我應該會生氣 我應該咬下去 這種比較刺激 你會咬下去 你會咬下去 咬來的時候可能會很興奮 萬一你咬他 然後他一卷頂貓下去了 然後回來 然後回來 感覺在身上開始互歐啊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沒有比較平和的方法 比方說舌頭過來了 你的牙關就擋住 就擋住 就擋住